刘彦平受贿一审开庭 即今年3月,刘彦平被查 9月被双开后,11月17日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 国家安全部原党委委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受贿一案 根据指控,2001-2022年,刘彦平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务 共计折合人民币2.34亿余元 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刘彦平的刑事责任 郭文贵先生多次表示 作为江曾派系的重要人物 刘彦平一定会被抓捕 随着习近平的顺利连任 为实现唯我独尊 习近平将对直接威胁其权力军队 中纪委、政法委、金融界大开杀戒 刘彦平也必然是邪恶绞肉机体制下的右翼牺牲品